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论起回国的不便利性 除了现在居高不下的机票外 可能就是人民币支付了 尤其是现如今 遍布全国各地的微信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 让本就没有中国银行卡在手的外籍华人 更加无钱可付 不过就在这两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给了广大海外华人一枚定心丸 在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央行等多部门介绍了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有关情况 指导支付机构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在吹风会上 中国政府计划通过三个举措 来满足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的需求 首先就是针对来华人员使用支付宝微信 绑定境外银行卡成功率低的问题 要求和指导支付宝财富通优化业务流程 提高网卡效率 其次简化身份验证安排 使外籍来华人员在板卡等一系列过程中更便捷办理 最后就是支付宝财富通等主要支付机构 将外籍来华人员使用移动支付的单笔交易限额 由1000美元提高到了5000美元 年累积交易限额由1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 通过这三条举措我们可以看出 未来持有境外银行卡前往中国的旅客 将会无缝衔接至中国的移动支付系统 同时实现外币与人民币的直接兑换 最为关键的就是第三条 单笔交易限额提升5倍达到5000美金 这对日常级的消费来讲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否则曾经的1000美金额度 恐怕在某些高端餐厅 还未必能吃上一桌子大餐呢 就在十天前 老外在中国有钱南华的话题 登上微博热搜 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关注 目前依照中国政府的数据 中国已与超过150个国家 缔结互免签证协议 部分外籍人员来华支付不变的问题 可以说是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这个上了热搜的微博条文中 当事人江先生表示 2023年第一次从香港重返上海 发现自己没钱花了 原来在疫情期间 因为长时间不在上海生活 他名下所有支付宝 微信支付绑定的银行账户 因为太久没动而被冻结 想刷POSE机 很多地方也都不接受 此刻他意识到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很多境外人士回来或者旅游 都会很不方便 于是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香港大中华会执行主席 江山在2024年 上海市政协第14期二次会议上 提出了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境外人士境内支付便利化的提案 他认为 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 仍然将刷卡和现金作为主要支付形式 使用移动支付的人并不多 不同的支付习惯造成了 境外人士入境的支付难题 并引发了一系列衍生的数字障碍 与数字鸿沟 在一篇投桥新闻的报道中提到 对于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以上 已经办理好手机号码和银行卡的外国人来说 使用移动支付比较方便 但如果只是到中国旅游不到一个月 在没有电话号码和银行卡的情况下 申请移动支付就可能遭遇困难 报道指出 国外相当普及的信用卡 在中国只有特定的地方才能够使用 而导致刷卡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外卡的POS机结算成本太高 商户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零售餐饮类商户尤其不接受外卡 中国新闻周开的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现状 多位接受采访的外国人表示 除了刷卡遇到困难之外 现在使用现金也不方便了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推动解决外籍来话人士 支付便利化的问题 只不过始终没有取得让大家认可的成果 比如支付宝 微信支付从2023年的7月 相继宣布全面开放绑定Visa Mastercard GCB Inners Club Discover等主流境外卡 并升级相关服务 旨在让境外用户可以像中国人一样消费 境外用户可以用境外手机号注册 并支持包括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国际护照等进行认证 就在上个月5号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 正式启用境外来宾支付服务示范区 第一时间为境外底经人员 提供境外银行卡刷卡 扫码支付 外币兑换现金使用等服务 半个月后的2月23号 国常会审议通过的最新政策 更是对支付服务进行了更全面的考量 提出加大必要的资源投入 多错并举打通服务读点 包括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 丰富移动支付产品供给 改善现场使用环境等 其中强调聚焦外籍来华人员等 群体支付不变的问题 加强协同配合 据统计 2023年将近400万入境人士 使用了移动支付 实际交易比数超过了7000万笔 金额100余亿元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相信外籍付华人员 在中国使用移动支付将越来越方便 这对海外华人来说 是个莫大的好消息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